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们一起写一份工作汇报 后来这里面有二 三处错误数据 当老板叫来他们两人时 这个同事居然立马承认是自己没做好 丝毫也没有把责任推到熟人的身上 事实上 即便有错 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承担的 当时他在心里简直是大写地佩服这个同事 在后来两个人都顺利转正后 这个同事在工作中 为人处事也非常大气 从不去计较干活的多少 也不去比较薪资的多少 非常受欢迎 其实 无论做什么工作 一个人的格局都很重要 毕竟工作能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 但如果一个人的格局不够大 太自私 太计较 就很容易失人心 但格局越大的人 反而越吃得了亏 也越容易得人心 最终为自己争取来更大的机遇和好运 我和我的图书编辑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其实 最初他找到我时 已经有四 五家出版社 有意跟我谈出书的事宜 但最终选择他 有个很特别的理由 三年前 这个编辑要从北京来出差 他提前三个月就给我发信息 说是希望见一面 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这期间 他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络 多次跟我确认见面的意向 非常有诚意 后来我们在一家餐厅吃了一顿午饭 正当我去付钱时 收银员告诉我 编辑已经付过了 我对他说 你到了这里 我是东道主 应该我请你才对啊 但他说 反正公司是可以报销的 但后来我发现 他连发票都没有要 根本就不能报仗 虽然钱不多 但这个细节很打动我 于是我们就有了后续的合作 其实在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人真的愿意吃亏 毕竟人人都不是傻子 但一个人如果在小事上越去计较 就很难在大事上 让人真正对你放心 反之 你越在小事上不让他人吃亏 反而越会在大事上 给自己争取来难得的信任和机会 一个身边的朋友 曾跟我讲起一件事 他公司有个小伙子 人很能干 工作也很卖力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每次公司有晋升的机会时 他都遗憾地错过了 有一次 公司有个任职项目经理的机会 他当时也主动报名了 但最后老板却没同意 于是他很不甘心 主动去找老板问原因 老板说 他还太年轻了点 工作经验不足 还需要再多磨砺几年才行 但事实上 老板不给他机会 是因为这个小伙子 虽然工作能力强 但他的格局比较小 比如 每次老板让他加班做一点事 他要么不情愿 要么抱怨没加班费 要么抱怨占用了自己私人的时间 比如 每次同事让他帮忙装一个电脑软件 或者帮忙买个早饭点个外卖之类的 他总是特别嫌麻烦 再比如 爬山时 他只给自己买了矿水泉 吃饭时 他总是抢着去站座位 甚至打车时 也总抢着坐后排 有一句话说 越怕吃亏的人 越会吃大亏 其实 无论做什么事 最终都是在做人 一个人如果适事 只考虑自己 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支持 你越去计较 反而越不可能走得远 因为你自己已经把更宽的路给堵死了 其实 所谓的格局 不过是一个人的眼里 除了看见他自己 他还可以去想到他人 无论在工作 还是生活中 主动去承担错误 不推责的人 不一定是真错了 但一定是真大气 愿意去全力付出不计较的人 不一定是真不计较 但一定是真靠谱 舍得让自己吃亏 而没有怨言的人 不一定是真喜欢吃亏 但一定是真厚道 有时 我们总以为 凡事都只想着自己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在乎自己的得失 就能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好处 其实 人人都有一笔账 也许嘴上不说 但都算得清楚 看得明白 没人愿意 去信任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 也没人愿意 跟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交往 你要是多费了心 多尽了力 多做了事 领导会看在眼里 更好的机会和前途 也总是会不请自来 你要是舍得对人好 舍得为人付出 舍得为他人着想 别人也都会记在心里 也会更加支持和认可你 我们常常说 吃亏是福 舍得是福 厚道是福 但我们从没有听说过说 计较是福 自私是福 小气是福 格局越大的人 越容易走上坡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